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30号傍晚就有香港媒体拍到水炮的测试画面 外船已经完全检测8月就能进入战场 用水炮车是不是总好过用大炮车 难道用机关枪 你用的水炮车比韩国的厉害很多 那当然一定是厉害的 出的钱来买的当然一定是最厉害的 清中派议员何君尧7月初在立法会上 大力支持三港警队使用水炮 而且还是越强劲越好 但水炮在国际场合上早就恶名昭彰 一旦混入垂涅瓦斯等化学物质 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德国一名退休工程师被喷到双眼失明 南韩还出现势力受损耳膜刺穿的案例 甚至曾有人因此丧命 2015年当时还是伦敦市长 现在已经是英国首相的强僧 就曾经购买三台高压水炮车 但英国内政部坚持不准用 警队是否会因为政府压力 被迫使用杀伤力强的水炮 还是未知数 但对示威者来说恐怕不是什么 好骚子一 三天新闻 众口报道